Minibus 是香港歷史悠久的巴士站搜索軟件 由2004年發展到現在,功能不斷地改良 今次我們和大家一起去解構一下Minibus 3.0的GPS功能 入到主要圖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選擇 如果我們想用最簡單的簡易搜索,只要按第一行 平時我們去搜索,我們所需要的巴士路線 我們會入起點資料,入中點資料 然後按搜索,就會找到我們想需要的巴士路線 現在有GPS功能,只要按一按GPS 它就可以幫我們很簡單的自動定位 就可以簡化了整個輸入的程序 而終點站資料,只要填入目的地就可以了 舉例,我們去油尖旺,油麻地區 然後再按搜索 之後呢,入到搜索頁,大家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結果 會顯示出來的 而下面有三個格子,是什麼呢? 就是有不同的巴士路線公司 有九巴,成巴,還有新巴 而這裡有一個紅色的數字,會顯示到 會是巴士路線的搜索結果 這裡為例,新巴會有四個結果 成巴有十一個結果 九巴也有十一個結果 那大家如果想去看得更加清楚 更加詳細的資料 只要按一按巴士站這一格 就會顯示到詳細的資料 裡面會顯示到有巴士號碼 即是巴士資料 車費,以及時間表 也會有它走的路線 在上下行方向顯示得到 而比較特別呢,會顯示 會有特別的備註 會在不同的交通情況之下 它會特別安排 在星期六日公眾假期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安排 也會在詳細資料裡面 一一顯示回 而比較特別呢,就會在上下行方向 在路線圖裡面 會顯示到圖經站 以及會有 價錢分段收費多少 這裡看到有些綠色的字 綠色的字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上車的位置 剛才我們會看到 由一個定位 GPS定位 然後再去油麻地 顯示到這裡上車的位置 會有喜順大廈 柯寶蓮圖 而發現 黑色的就是中途站 經過那個站 最後去到這裡紅色的位置 伊麗莎白醫院 就是一個下車的位置 好了 有時候 我們都不太清楚 我們想去的位置 那個巴士站的明確位置 GPS功能 亦都可以在這裡發揮到功用 只要我們再按一按進去 舉個例 假如在禧遜大廈上車 我們只要這樣按下去 就可以選到 看看巴士站的路線圖 我們怎樣去巴士站的步行圖 亦都可以透過GPS 就一一解決這些問題 好了 即時大家按下去看看 好了 入到地圖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希順大廈在地圖上面的位置 是怎樣 如果看得不清楚 可以再按多一下 就會看到更加會清楚 那個位置在哪裏 好了 如果大家想看看 怎樣去巴士站的步行路線 只要回到剛才的頁 再按就可以了 按回到希順大廈 然後再按巴士步行圖 這樣大家會看到 整個步行路線圖 就可以在地圖上面 就會由紫色的路線顯示出來 究竟怎樣走到巴士站 就可以一目了然 這樣看完了 今天跟大家看了 會是簡易手术裡面 GPS功能的應用 其實MiniBuds 3.0 會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功能和應用 下一次有機會再和大家 一起去慢慢解構一下